大家好,今天的新闻是 日本政府估计有100万人有资格申请核事故赔偿 据日本东京时报12月9日报道 日本政府估计大约有100万人有资格申请 311大地震引发的福岛核泄漏事故赔偿金 日本一个负责处理赔偿事务的政府委员会称 此次赔偿范围主要覆盖 居住在福岛核电站周围50公里内的居民 那些生活在50公里外 但在此区域内有土地的人也可以申请赔偿 此外,那些未从灾区撤离的人也可以申请赔偿或赔 总人数可能高达100万人 根据赔偿覆盖范围 符合赔偿资格的市 包括向马市、伊达市、福岛市、阿本松市、本宫市、庆城市、军山市以及三春丁 那些符合赔偿资格的居民可以获得一次性赔偿 此前曾有报导称,到今年年末 福岛核电站运营商东京电力公司可能需要赔偿7000至8000亿日元 约合576至656亿元人民币 到明年3月份本财政年结束 该公司的赔偿总额将达到1万亿日元 约合820亿元人民币 再见